一個是我以前做朋友的 什麼?你是朋友的? 以前的 idea 去桑梨的時候 給的 桑梨 只不只10K 做底情 或者是講粗口 請問Saintlain是不是意外 可以講是意外 玩玩了你以為 是vlog 不是製作特輯 這一集的vlog比較特別 是因為我現在是回了二寶 還有我哥哥 還有Skipper 我已經是回來第二天了 那我就昨天在想 那我回來二寶應該拍些什麼給大家看 我有策劃了多少東西 稍後會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家 大概介紹一下 然後稍後會去找我媽媽 我媽媽在店舖工作 稍後去那裡吃東西之後 可能下午就會叫我媽媽幫我剪頭髮 因為我媽以前是懂得剪頭髮的 難得回來 白人還沒剪 稍後幫我剪 剪完之後 晚上可能會跟她聊天 之前我有放一個story 在Instagram問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她 現在有沒有對我的媽媽 有沒有一些疑問或者問題 如果有的話 記得在這裡寫下你的問題 我會選一些好笑的問題來問 那晚一點就會問她多一點問題 首先 現在大概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我家是怎樣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廳了 那其實我姨姨的家 我覺得不是說很亂 有家裡的feel 最重要呢 就是有家裡的feel 其實就這麼多次 不重要 然後還有 相片 這些我小時候的相片 昨天在Facebook 很多人分享 我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這裡就有很多相片 college的時候畢業的相片 然後還有 這個就是我哥 然後上課的那些 就是我媽媽現在幫人照顧的寶寶 有些就沒有來了 有些還在照顧 這個就是我們吃飯的地方 以前就是在這裡 吃東西啊 做功課啊 一邊吃就一邊被媽媽罵 一邊做功課的地方 就是這裡 這裡曾經有很多手記仔錯過 其實這張桌子 也有很多回憶 還有很多... 雷水的 因為很多人在這裡哭 其實這裡就是廁所 廁所旁邊這裡 就是一間房 這間房以前是用來剪頭髮的 我媽媽在做剪頭髮的 但是現在就沒有做開了 就放一張床在這裡 可以睡一下這裡 或者是換衣服的地方 又有麻雀桌正常 那... 習慣在家裡沒什麼工作 有時候叫朋友來打麻雀桌正常 對不對 那廁所都基本上沒什麼看 一個洗手盆 一個廁所 還流水的 搞什麼 那這個就是廚房 廚房基本上 要說廚房 我一定要說這隻狗 這隻狗近來比較慘 因為本來有兩隻 有一隻死了 一隻死了 洗手盆 水機 重點是什麼呢 來到廚房 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件東西 就是雪櫃 這個雪櫃不是我撥中那間房子的雪櫃 這個雪櫃是比較特別的雪櫃 怎麼會知道比較特別的呢 基本上上高這裡放雪格的東西 它是不會晴雪的 不像撥中的雪櫃 Flashback 其實這個雪櫃 有點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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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雪櫃 天天那些雪櫃 超過 這些高質素的雪櫃 其實是好好用 沒弄到你少 其實還有樓上 但是由於我現在有趕時間 我出去找我媽媽 樓上呢 我再回來再介紹 ok let's go sqpatchu OK,那現在來到這裡其實是我媽媽做工的地方 是位於哪裡呢? 位於怡保瑪莉夢 那這間店其實是叫什麼呢? 南方茶餐室 如果大家稍微對我媽媽有一點點興趣 可以來這裡看一下 我們現在進去找她 這個就是我的露毛了 這個地方就是我媽媽 每天在這邊忙忙賣菜 然後做竹草的地方 我媽媽平時不是這樣時文 不是這樣害羞 所以她第一次看到我拿著這個Gopro 她有點不習慣 所以她有點害羞 你是不是這樣 講話也稍微大聲 現在比較小聲一點 好啦,那剛剛吃完的早餐之後 現在就回到你家 再繼續為大家介紹 我還沒介紹的地方 废話樓上吧 這條廢柴終於上了 怎樣啊,X仔 這個是我們的衣櫃 以前中學 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是在這裡 那自從我們搬到去劇 讀書 在那裡做工之後 基本上這個衣櫃應該都沒有什麼 放在裡面的 連開都開不了 真的開不了 各位觀眾 是沒事的 這個是我以前小學的時候穿的 我以前小學是 你站在那裡 這個是我以前小學穿的衣服 孔扇姜威的制服 中學就是做學長 就是這個 一個是我以前 讀河南國中的時候 做AWAS 什麼?你是AWAS 是 你啊 那就死得不多了 那先介紹我哥哥的房間 這條巴基就是我哥哥 基本上 這個床都睡過不少的女生 喂,只有一個 這個就是我爸爸 今天是父親節 父親節快樂 大家不要誤會 我爸爸還在這裡 在新加坡做工 你這麼廢話 什麼? 我的房間比較嫩 因為我跟SKIP 一來的時候 東西就亂擺放 亂擺放 然後就睡覺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沒有收拾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介紹 是給你們看有什麼東西 好像說 Polish的時候畢業拍照 然後有些車頭照 然後有你腰炸的專輯 有些以前生日的時候朋友送的東西 這些錢不是普通的錢 這些是以前去喪禮的時候付的 真的 收禮錢幹嘛你收住 公公死了 我們爺爺死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 是過世 過世啦 不在那裡的時候 就不給了 然後如果大家有比較了解的話 其實我以前是打給班波的 成績都不錯 可以代表到Polish 也有多少 成就感 喂,不是搞笑的 這個我找到了 這個就是我以前讀佩蘭的時候 不同的Waxer拍 基本上 我的房間就是這樣 搞定好了 沒什麼東西看 有什麼東西看 有什麼東西看 待會兒我拍再見 好,我媽媽已經關了你了 很不自然 因為等下時間回去KL了 就順便跟我媽媽來做一個Q&A 一個很短的Q&A 因為從之前開始 就很多人會問關於我家人的問題 就比如講我的媽咪 講要認識我爸爸 然後還有一些 就我做YouTuber 他影片 你會不會給 會不會贊成 這樣我就整理了一些問題 然後就現在 面對面 我也算是第一次問我媽咪這些問題 就是我也不懂那個答案是怎樣的 第一題啦,OK 何老公 也就是KL的爸爸是怎樣認識的 怎樣認識啊 我是認識他 弟弟妹妹一些 然後才認識到爸爸 這樣怎樣認識到爸爸的弟弟妹妹 OK 很自然就是認識的咯 小的是住在附近附近這樣 我認識你阿壽仙的 二叔跟我是一起讀書的 所以你是覺得二叔不帥啦 然後就認識到爸爸啦 我弟弟弟 應該是啦 沒有理由認識 以壽仙不是跟你壽一起 可是是跟爸爸一起的嘛 原來 哈哈哈 OK 下一題我們下一題 知不知是KL做迪琴或者是講粗口 在那個video裡面 第一次聽的時候 看他的影片是 不習慣 什麼不習慣呢 很粗魯啊 講到話 EricJ 你咬你 哈哈 你咬我啊 你咬你先 因為我沒有聽過你們講粗口嗎 大家好又是我 哈哈哈 EricJJ咧 可以follow一下他的Instagram 媽咪講看到我在影片裡面講粗口 其實你也會不習慣 只是有時候我跟哥哥講話是有粗口 我很少聽到都沒有粗口 你少聽到啊 因為我跟他每人在家講話都是罵來罵去的 其實我們雖然是跟媽媽講話語 但是為什麼我們講廣東話 對我跟她講廣東話 當然像廣東話很簡單 有時候會有一兩句粗口 對嘛 你還坐在那邊 沒有排版 哈哈哈 OK 下一題 請問Sinclair兄是不是意外 可以講是意外 可以講一講 講相似一點給大家知道 雖然懷疑你了 我還不懂到整六個月才發現有了 所以六個月的時候 你的肚子是沒有大了 這樣在這六個月的期間 你沒有講會哭啊 不會 是有一個朋友叫我陪她去看醫生 我就好像覺得 我好像很久沒有用 用什麼 哈哈哈 很久沒有用衛生棉 對啦 然後陪她去看 順便一起看 哦 才到六個月了 然後那個時候你是開心還是 哎呦 我病有老後勒 我做完了 打掉了 我又結婚了 又有了哥哥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沒有plan 等要生第二個孩子 沒有 就突然間有了 有了又生了 沒有了 這樣我們再下一個問題 對於黑老拍YouTube這件事情 媽媽一開始支持了嗎 你們要做什麼不是壞的東西 OK啦 這樣在影片裡面 講出口那些算壞嗎 要是每天去開口 跟朋友講話出口 這樣就不對咯 這樣你跟你姐姐講話一開口 就講出口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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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 我媽媽沒有出到這麼厲害的啦 說話XXX那些 哦那他要哄的 OK 下一題啊 為什麼你的媽媽會嫁給你的爸爸 然後她括號講Pakistan的人 就沒有想到她是什麼人的 喜歡咯 你會跟那個人結婚就是 以為你喜歡他 因為沒有分種族啊 這種東西 就算今天我的爸爸是印度的 還是馬來人大 還是正常的 因為昏雪很帥 還好啦其實你看 我先告訴你 還有一條文台 其實媽媽也沒有對我有失望過 沒有 你們兩個都很乖 你不要因為我在拍東西 你講那句話 沒有 你們糟糕不找到錢 不是一個問題 你們乖我就最怕不了 這樣下一題咯 你一直罵出口 你媽媽有罵嗎 沒有 沒有罵 第一次我會問你 這什麼你會講得這麼粗 現在沒有了 新婚了 人家朋友應該會學我的講 不可以學 看就好了 對我媽媽其實是一個保母 在我們家有幫忙照顧很多小孩子的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看到我的影片 我媽媽就會講 哎這些粗口啊 不要學這樣 所以我們第一次沒事播影片的時候 前面都會有一個藍色的畫面 有字寫 如果要看的話要有家人可以演 所以我媽媽就是做一個很好的榜樣 好像有小孩子在看 她會跟她講什麼東西 其實這個是什麼意思這樣 不然他們只是純粹看我們的影片 看到粗口粗口 他們學不到東西這樣 所以其實基本上那個問題已經問完了 我們就到這邊 所以希望這個Q&A可以讓你們更加了解一點點我的媽媽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這個影片 然後到最後也希望大家可以 沒辦法講 希望你們可以like share跟訂閱 希望你們可以幫我兒子Carol like share 訂閱我兒子的youtube 還有Erik JJ的Instagram也訂閱 這個也是我的兒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